这个马桶漏水 然后呢之前呢 用这个腊圈搁上去 把马桶装上去 你看把马桶摘下来 腊圈稳好无损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个地面低了 然后现在我使了一个 Better than wax 使了一个这个工具 因为它刚才地下室说是发霉 发霉的话 我把地下室添花给它一锯下来 一看一出马桶 就是马桶在漏水 然后现在我给它换了一个Better than wax 换了这个之后就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一会儿等换完之后 看一下结果 这个是刚取下完马桶 这就是地下室漏水的情况 一片狼藉 现在呢没事了 都是老管的倒是 都是老管的 现在呢就OK了 一片狼藉 所以装马桶虽然简单 但是 也反正跟水打交道的都是有危险性 好 这个就装完了 看一眼 下面有人 下面有人看 露不露 下面没人叫 应该是没事 所以呢 这个装马桶 一定要注意下面的腊圈 如果说是 它这个做的没平的话 一定要注意腊圈到底割得厚不厚 这个呢 有的时候是有风险的 应该没事 下面没人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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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